自从2019年林志玲嫁给日本男神黑泽良平后 网友迟迟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屡屡编造两人婚姻不幸的新闻 每次又被林志玲一脸幸福的打破 这个九头身娃娃英的女神曾经被一路骂 终究没有嫁给万众期待的道名寺 林志玲出生在台北一个 富裕的家庭 林爸爸是商人 妈妈是家庭主妇 父母二人都面容娇好 林志玲还有一个哥哥 兄妹两人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不仅身高出众 长相也非常优越 林家是一个传统又家教严格的家庭 林哥哥子成父业 从小就被严格要求 林志玲则被养成了大家闺秀 唱歌跳舞画画是日常功课 从小到大一直有门径 每天晚上到点就要回家 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 林志玲兄妹从小便乖巧懂事 兄妹二人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都是别人家的小孩 林志玲早早就展现出了身高上的优势 初中时就已经一米七的身高 走在街上十分惹眼 初中毕业 林志玲接到了模特经济公司的邀约 十几岁时 她第一次尝试了拍照的工作 那时候林志玲还小 母亲会亲自陪同她去拍摄现场 但林家只是想让女儿体验一下 完全不想把她培养成大明星 父母高中便把她送到了国外读书 恰断了她模特之路 林志玲十几岁就开始了 独自一人的留学生涯 独自在异国他乡 面对不熟悉的环境和繁重的学业 那时的林志玲读书非常用功 留着期间短发 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 与第一美女的头衔还相差甚远 高中毕业后 林志玲又在加拿大考去了多伦多大学 学习艺术和经济 那时她对艺术尤为感兴趣 在名校读双学位的林志玲 并不轻松 她每天为功课和作业忙碌 那时候她最理想的工作 是美术馆或艺术展览策展人 林志玲毕业获得的双学位后 回到了台湾 她去应聘台北市立美术馆时 对方却只招收硕士以上学位 林志玲这时又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 于是林志玲继续回到加拿大读硕士 等到她完成所有的学业 已经快要26岁 林志玲毕业后如愿当上了策展人 从事自己喜欢的艺术工作 但真正做这份工作时 她才发现并没有那么喜欢 反而倒是暑假期间做模特 有幸担任了偶像张国荣的MV女主角 让她心动不移 又开始对模特工作充满向往 在朋友的帮助下 林志玲开始再次拍照 同时签约了台湾著名的凯沃模特公司 凯沃在台湾非常知名 善于将模特打造成明星 后来的郑元唱 白星慧等跨界演员的模特 接出自这家公司 但刚刚进入凯沃的林志玲 却是个小白 她甚至连眉毛都不会画 自己对着化妆间 画半个小时都不能画对秤 那时候的林志玲算是个高龄性人 经常因为什么都不懂而挨骂 刚刚做模特的时候 林志玲并不红 当时她只是站在台湾第一美女 肖墙身后的背景板 完全没有人注意到她 但星人时期也是林志玲最快乐的时光 她工作并不忙 还抽空去花岗一笑做兼职老师 用自己喜欢的节奏忙碌着工作 尤其是这时候林志玲遇到了 同样没有走红的燕成旭 那时燕成旭只不过是个平面模特 不善言辞 性格内向 因为两人拍广告而相识相恋 同为星人模特的两个人 经常在下班后约会 燕成旭有时候会骑电瓶车 再林志玲回家 两人的家境相差甚远 燕成旭的出身贫寒 很早就辍学打工 补贴家用 但家庭上的差距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两个不善言辞的人 在一起不用多说什么 真正给他们带来危机的 是一部流星花园 当年制片人柴志平 兴事淡淡地要拍一部偶像剧 并开始了男主角的全国海选 结果并没有选到一个合适的男主 最终从模特公司挖来 严成旭以及烤肉店的朱孝天 还有在人群中发现的周渔明 海报上看到了吴建豪 这四个人命运般的凑到了一起 成为了F4 严成旭在拍戏之前不过是想多挣一些钱 完全没有想过成为大明星 但这部爆火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 那时的F4已经不足以用火爆来形容 他们红到了内地 红遍了东南亚 所到之处 粉丝 微知疯狂 曾经普通的男友一夜 变成了顶流男星 不仅恋情 不能曝光 两人 甚至没有时间见面 那时严成旭的行程 排到爆满 不仅有各种广告代言 还有演唱会 粉丝见面会 同时还有公司安排的新剧本 热恋中的林志玲和严成旭 根本没有时间见面 但林志玲内心还是很开心的 很快 林志玲也迎来了自己的事业转机 她拍摄的一则美容广告 让她走红 她娇滴滴的娃娃音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随后 陆续又节目邀请她担任主持人 曾经名不见经传的林志玲 也开始走上事业的上坡路 变得异常忙碌 真正让她被人熟知的 还是台湾第一美女的头衔 2003年 林志玲击败了蝉联十几年的 第一美女 宝座的小强 成为新一任第一美女 完美的身材 娇好的面容 让人酥软的娃娃音 让她收获一众粉丝 林志玲被看作真人版 芭比娃娃 实现了男人所有的幻想 她凭借着这个头衔 一跃成为当红女星 红遍亮暗三地 2004年 林志玲主持了第41届金马奖 她在颁奖典礼上 脱衣向刘德华 梁朝伟求抱抱的画面 成为经典 性感的穿着 身材有料 还大胆的现殷勤的她 成为颁奖典礼最大的亮点 同时也为她招来了不少的非议 这时候的林志玲已经势不可挡地 成为了当红女艺人 在台上性感妩媚 台下超高情商 滴水不漏 她成为媒体记者都捶捧的对象 然而骂她做作的网友 也越来越多 而05年 林志玲的手机送修时 不小心曝光了她和颜承旭的 亲密合照 再次将他们二人 送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虽然这一张照片是个意外 双方都没有承认恋强 但对于林志玲的指责 还是扑面而来 大部分人都在骂她是新鸡女 想要通过颜承旭上位 但是只有他们自己 知道这几年的恋爱谈的 有多么的辛苦 也是那一年 林志玲因为拍摄广告 坠马住院 被马踢断了六根肋骨 那时正是林志玲 最脆弱 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但颜承旭 却不能出现在身边 多年后 颜承旭在书中 用公主和王子的故事 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公主受伤了 正在虚弱地忍受着痛苦 王子想去城堡 在里面陪她 但所有人都告诉她 不能去 周围埋着长枪断炮 所有人都在等着她现身 也正是颜承旭 在关键的时候的缺位 结束了这份本就 困难重重的爱情 但他们俩人也成为了 众所周知 却从来没有承认的一对 后来林志玲在上综艺节目时 节目组读出书中的这几句 林志玲一边听 一边眼含热泪 几个月后 颜承旭同样参加这个节目 节目组再次放出 当时林志玲眼含热泪的画面 颜承旭的眼圈也红了 当时节目组的炒作 引发了巨大的关注 然而如今 再回头看看 对于这两个分开的爱人 是多么的残忍 只可惜 那时网友对于林志玲的恶意 和对她的喜欢一样多 不断爆出林志玲的丑闻 甚至包括特殊交易 林志玲喝醉酒 抱着经纪人 秋梨宽的照片 也被网友杜撰成像高层献媚 那时候的林志玲 是十足的话题女星 有热度有流量 但她高情商的回应 又总能为自己拉来好感 当她出演众星云集的大电影 赤壁时 梁朝伟饰演周瑜 她饰演小乔 她那句对着马儿说的 萌萌站起来 也成为网友真相模仿的梗 不发嘲讽的恶意 当媒体问她怎么看待 被骂称为花瓶时 林志玲说 我希望这个花瓶里装的是 小巧如水的水 林志玲高情商的回答 得到一致好评 然而她的事业却在巅峰之后 再难实现超越 尤其是要转型演员的几部作品 都没有收获太好的口碑 观众对于她的印象过于刻板 不管她半仇还是讲方言 都太容易出戏 在林志玲 忍受谩骂 事业出现瓶颈 同时感情还遇到低谷的时候 邱氏凯出现在了她的身边 邱家与林家是市交 林志玲与邱世凯 早年间便相识 她及时接替颜承旭 成为了护花使者 林志玲和邱世凯的恋情非常隐秘 两人所有的约会都隐藏得非常好 媒体记者只能放出传闻 没有实锤 邱世凯是知名魏玉品牌的接班人 被人称为马桶小开 家境英时 但形象气质上与颜承旭相差甚远 林志玲是个长情的人 她的每段恋情都在五年以上 邱世凯也不例外 两人一度到了贪婚论嫁的阶段 林志玲成为了邱世凯家族 魏玉品牌的代言人 在发布会上穿着婚纱 挽着邱世凯的手臂出现 邱世凯甚至对外宣称 两人明年便会结婚 然而两人却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而后林志玲还和台湾复生 郭台铭传出过绯闻 郭台铭是富士康集团的创始人 多年蝉联台湾首富 而且花名在外 与刘嘉玲 管志玲等女星 都传出过绯闻 郭台铭是先邀请林志玲参加舞会 两人一曲火辣的贴身热物 让人血脉喷蒸 林志玲身穿黑丝 低胸露背 一副野心十足的表现 让外界以为 他要吃准这位台湾首富 然而事情反转的是 郭台铭却在不久之后 娶了林志玲的舞蹈老师 曾兴盈 而林志玲就是两人的美人 曾兴盈是台湾知名的舞者 也是很多明星的舞蹈老师 他曾经在蔡依林 孙燕兹等剧行演唱会上伴舞 刚好郭台铭喜欢跳舞 林志玲便把舞蹈老师介绍给他 反而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曾兴盈成为了富士康老板娘 婚礼上这对新人对林志玲表示感谢 打破了外界对于林志玲棒富豪的固有印象 然而林志玲还是不讨喜的 尤其是很多已婚男人喜欢他 已婚女人嫉妒他 小S就是其中一个 小S对林志玲的嘲讽 已经分不出是真是假 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 总是拿他开刷 但小S说自己老公喜欢林志玲 倒像是真的 小S也曾带着林志玲 一起去酒吧跳舞 才发现这个第一美女 并不是装出来的娇羞和教养 从小被严格管教的她 很少去夜店这样的场所 喝酒过敏的她也很少喝酒 就连送她回家也是哥哥开门 依旧是晚回家要被骂的乖女儿 从巅峰慢慢走下的林志玲 经历了赞美和嘲讽 她的感情生活 再次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同样慢慢走下神坛的 严成旭依旧沉默寡言 两人的错过反倒成为了粉丝 最大的遗憾 总有人在你当红的时候辱骂你 也有人在你低估的时候心疼你 而这很有可能是同一批人 所幸林志玲和严成旭不负众望的有了复合的迹象 两人一同出现在新加坡的一家健身房里 被网友称作是世纪复合 当媒体问严成旭两人是否会复合时 她的回答则是看她 充满了可能性还有一点暧昧 只可惜这个故事终究没有按照网友的预想的剧本 发展 严成旭和林志玲再次错过 最终取走了第一美女的人 是日本明星黑泽良平 她比林志玲小七岁 是日本唱跳组合出身 年轻时也是英俊帅气的偶像 随着年龄的增长增添了许多男人的粗犷 而她的前女友是日本女神 常泽雅美 林志玲和黑泽良平早在2001年 就因为舞台剧而相识 并成为了好朋友 一直又联系 2018年两人从朋友变成恋人 经过一年的交往 便走进了婚姻殿堂 林志玲曾说自己以前的恋爱 全都超过五年 结果遇到对的人 便迫不及待地嫁了 两人的婚礼 选在了台南的一家美术馆 一个低调偏远 同时是林志玲梦想的地方 现场并没有很多明星好友 但小S和蔡康永没有缺席 林志玲结婚的消息 传出后 网友最心疼的依旧是 严承煦 她永远错过了自己的女神 婚后林志玲便淡出娱乐圈 很少露面 从未透露过婚后的生活 只有每次现身都带着婚戒 温柔的志玲姐姐终于嫁了 从第一美女的头衔开始 她承受了太多的非议 而她最想要的还是这一份平静的幸福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